马六甲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之一 每年都会吸引许多游客到访 不过一般上他们都会通过 陆路和航空路线抵达古城 交通部部长陆赵福表示 一旦马六甲国际邮轮码头竣工 海路将会是另一个到访选项 而且还能带动邮轮旅游业的发展 陆赵福今天出席马六甲第一届 国际海洋经济大会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中央政府致力推动海洋经济 邮轮一次可以载送数以千计的游客 加上马六甲的策略性位置 相信到时能够为国内和古城经济 带来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 贾州首席部长拿都斯利·阿都拉乌说 州政府已经获得交通部批准的 三张码头准证 以便大力开发马六甲海峡 冰水区经济走廊 云顶邮轮将从本月11号开始 每个星期一 载送新加坡启程的游客 抵达马六甲 第一趟邮轮预计会有五千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